我現在要去馬尼拉 曼廣 11月10號 不知道什麼日子 總有多人 也就是什麼 新的馬尼拉 我剛剛 中山看完鞋子 現在要去馬尼拉逛逛 他坐輕軌去 不知道他的輕軌怎麼樣 我先走過去看一看 我覺得馬尼拉的路超爛的 然後路上很多狗屎 車的話我是覺得還行啊 反正是整個Fairy車都很爛 然後 今天天氣超好 所以超熱 我現在整個都覺得頭很汗 我進來輕軌站 就是想家中央 車子 超人 超人 是 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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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尼拉的人真的超級多的 然後這個是怎麼樣 超混亂的交通 真的是有夠亂的耶 車 然後人 全部都在一條路上 這裡人真的超多的 我覺得有一種硬度的感覺 而且他們什麼都賣 有些人是賣小白湯 然後吃著用的都用 這邊人真的超多的 後面可能有很多人 前面有很多人 不知道在排啥耶 怎麼整排的人 該不會是要進去教會的 是吧 集院的 整排都在燒蠟子 進去教堂的人太多了 我也進來看看好了 今天是11月10號 不知道什麼日子中又多了 我也進來看看好了 我現在要穿越馬路 現在要穿越馬路 我幫你去那一區 超自己混亂的 人很多 什麼要錢 我現在要走去中國城 這裡就比較少人 現在我後面就是中國城 現在我後面就是中國城 所以是算一個橋吧 然後有一個人可以走的地方 去往前走 走去一間 教堂 在中國城的教堂 我走到這個教堂了 我覺得非常有 中式建築的風格耶 然後這個寫著什麼 新的馬尼拉 好有趣 中國城的標示都有中文 我現在要走去馬尼拉的王城區 我今天早上三點都起來搭飛機 現在吃飽也想睡 Ferriving的國家國務館 看起來滿漂亮的 路上的攤販還是很多 路上的攤販還是很多 這裡居然在修路耶 不然看起來也滿漂亮的 沒有那種歐式的風格 來到王城區的第一個景點 是這個聖奧古斯丁教堂 前面都是停車的地方 走進來裡面看看 走進來裡面看看 好像有人在結婚耶 好像有人在結婚耶 哇好像有人在結婚耶 好酷喔 好酷喔 有一隻馬經過 這邊有很多在招攬 你去搭他的車 然後他會騎腳踏車載你 但是我是想要自己走 然後我就會不理他們 一直走掉 來到另外一個 馬尼拉大教堂 我覺得 在日平的教堂都黑黑的 這邊一樣是 很多人 還有攤販 這一種就是冰淇湯味 馬尼拉的大教堂 衝遠道 看比較漂亮 很方向看長這樣 所以可以走到前面這邊來看 這個Fairing國旗也太大了吧 超級高的 這個Fairing國旗也太大了吧 高的 10分 6分 8分 一半 10分 5分 1分 马尼拉的海湾 虽然我说的海看起来蛮普通的啦 但是对于都市人来说 你看的海是还不错的 而且今天虽然下雨 但是因为那个乌云有一些些控室 刚好让光洒出来蛮漂亮 然后那海就是没什么波浪 就是幽静幽静的感觉 在这一个地方也很多 我今天在马尼拉走得好累喔 但是前几天太废了 前几天在里亚吃笔 几乎都下午才出门 但是我在那边也走蛮油 没不知道怎么觉得就好累 好累又很热 这里大概白天要快35度 然后现在应该30处 现在又有点的下小小的雨 现在真的是菲律宁的雨季 偶尔就会下一下 但是不会下很久啊 这个夕阳有点掉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有整颗的啊 因为雨蛮薄的 我已经要离开了 用肉眼看整颗的夕阳欸 我错了 它竟然掉出来了 它竟然很大颗 就让两个不同方向的 可能可以分开 但是我一走上那个天橋 就看到有两个小男孩 就坐在我要走的右边那一边 看起来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走了左边 那时候刚刚有一个阿姨 她也经过了 看起来就当地人了 然后那两个小男孩就没有怎么样 结果我经过的时候 看起来年纪比较小的那个 就跑过来我这边 她就讲了一串 应该是菲律宾文吧 因为我也听不懂 下意识我猜 她就是要要钱啊 然后当然就不离开 要进去走 然后她就手伸出了 就指着我这个咬毛 真的要拉我的拉链欸 我就很大声的跟她说 No 她就买了 这种感觉好像她打人的样 她也没有真的打我啦 然后她就走掉了 然后就有点被吓到 我就觉得我要走去搭轻轨的地方 好像越来越偏僻 我就直接停下来在路边讲 MOTO TAXI了 就那个MOTO TAXI騎超越 才95米索欸 超级品 而且我觉得我叫那个 骑的技术很好 她付的那个安全帽也很新 不像我今天从机场 搭的那个应该就是 这种白牌 她的那个安全帽就 臭臭的 有点美的帽 我现在要去搭 我搭了两个半小时 终于到大亚台了 赛车晒得超久的 她预复待着一个多小时 结果 陪你生生的多做一个多小时 我应该只能去那边的星巴克 买个饮料PO一下 看一下 那个火山 然后就要准备回来搭 巴士回 马尼拉了 我现在要走去星巴克 还要走一阵子 走一走又下雨了 他们的雨季 偶尔会突然下一下雨量 我走到星巴克的 然后原本的雨季 你觉得就变大了 太多了吧 多日人欸 都忘记今天是0.6的 所以才拍那么多人 就是一片白墙欸 就是一片白墙欸 而且我觉得这里的 view其实没有到很好 被停车场遮住 刚刚那个店员 失手加了太多珍果 然后在我面前被我看到 他们也没有很会挤切奶油欸 所以这间我觉得可以不用来 现在有变得比较清楚了 不过我也差不多要离开了 这个火山是世界上最矮的 火火山 真的蛮矮的 我要走是搭巴士回马尼拉了 来喝到那个菜 非常拿铁第一口 不是就是有点 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味道 它有一种人工的味道 我觉得就在 顺乎是喝的那杯 黑糖豆浆拿铁 比较合我意之外 我之后在 比亚斯里又去了一次星巴克 星冰的我也没有很喜欢 因为太甜了 现在还是在下毛毛 好讨厌喔 希望马尼拉没有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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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